而且革命成功 它打破世信阶级 就像耶稣一样 你只要 我们也是一个革命 你只要进入了这个释迦沙门团 去探索生命 解脱生死的轮回的时候 你的释迦总统在我这边全部打破 你如果没有入我释迦沙门团的时候会这样 然后我们演过一阵传 你说的等粒子 就是所谓的光能量体 这种生命 它是属于 我刚才说的 欲界 色界 无色界 三界里面 我们这个有机体的话 它叫做所谓 比如说鼓血的这个就有机体的东西 这个东西的话 我们 不要忘记 他刚才小楼就说过说 我们的意识没有办法 这三文没有办法就是四文 但我们是一个兼具的 所谓的精神跟物质 如果以佛教来说叫武运 色运 受想形式 对 受想形式都是精神的作用 那你在精神如果离开了物质 在我们这个地球 它不存在 所以像我们也说 我非五运 不及五运 也不离五运 离了五运的时候 我的精神的来 所以为什么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色不易空 空不易色 也就是这样 来 相应的道理 OK 你注意听好了 为什么 应该你要说 要先谈有才可以谈空 对 没错 要先谈色不易空 不易喔 不易是 等同 对 等同 但是即勒 就更直接喔 是不是 不易跟即 就是 对 OK 好 为什么色不易空 也等于说 物质在印度的 他们传统的 所谓四大 我们 我们这个 地水火风 对 这个地水火风 在所谓的 一些 印度的宗教或者是 包括佛教的 所谓有部 一切有部 里面 部是哪个 部派的部 等于说 释迦摩尼他涅槃之后 部对不对哪个是 部队的部 部守的部 有事 这个是部派 有没有的有是不是 对 对对对 有部 所以他们认为说 一个是有一个是空 对对对 OK 好了 释迦摩尼告诉我们说 三法印跟一时相应 所谓的一切法风 波罗经心经里面就谈 为什么说社会是空 地水火风 我们用现在科学很简单 你说 地就是我们所谓的 这个矿物石头的东西 水 能量分子 这些 那是早期科技很差劲 他认为说 我们这个肉体 是地水火风组成的 所以这个肉体是假的 但是地水火风的元素是真的 是石油的 Elements 对 但是 但是我们现在科技告诉我们 你在分析他 他还是 是空的 所以他的本质 他有这个现象 有这个作用 但是本质 是不是可以讲空性 当然我就谈这个 但是 这个空性必须透过三法印的内容 反而一切存在 他没有永恒性 他也没有独存性 他必须是所谓的因缘和合 然后他也没有实在性 那个就是 小圣佛法的所谓的 诸行无常 是谈时间 是 那谈空间就是所谓诸法无我 没有独存性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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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谈空间性 就是你存在的时候 任何一个物质存在 他都必须是重演和合 才成选 各种因缘的聚合 对 然后因缘离散的时候 他就失去的现象跟作用 所以他的本质 实在性 没有实在性 这个叫涅槃极境 导出来 寂灭一切烦恼 所以灭性就是等于空性 一切极灭等于一切空性 所以一切法空是真理 我刚才跟小罗说 没有永恒 没有独存 没有实在 但是有没有现象 有没有作用 有 你认为有永恒 有实在 有独存的时候 那你就再来 你继续来 你处理不了三界 就像成怨再来 但是你来的时候是被监控 罗斯威有说过 里面四分之三的旧帝国 他把他们那些住民 然后有自由意志的 不听话的把它 高压电极一万伏特 然后电极之后 然后植入错误的生命印记 这是什么的基因条 发送到 地球是他们建的所谓的 动物心者 因为灵魂不死 没有办法处死 但是我要帮你终身监禁 而且很高度的生化科技 你自己跑出去 还要跑进来 宇宙间他说过 人体这样的记忆体 是很多很多 Eatsby他们喜欢玩的 因为它有六根 Eatsby是什么 精神的作用存在 那个罗斯威尔里面 它的用词 我没有看过 罗斯威尔 我们那个翻译本 是中文的 跟你说那本书是不是 对 我在网路登陆下来的 因为那本书 我没有看到 原文的话 我说他是谁写的 因为到现在这个东西 一直被争议 对 我们在网路登陆下 他说翻译者是一个中国人 那当然翻译成中文 当然中文 那我意思是说 这个书原文是谁写的 原文我告诉我 因为那个 我看了中文版的时候 我全部看完 而且又拿来当我们上课的教材 是 老师本来以为这份资料 就是有一个同学 他忽然间上课的时候 跟老师说 有一份资料说到 宇宙的时间跟空间的概念 老师后来觉得 诶这个 很有道理 跟他的理论是一样的 没有 是那个同学说 老师他 是罗斯威尔里面 谈时间跟空间 跟你跟我们讲的 印度的这个 很类似 不是印度 不是印度 是他自己去体证下来的 老师自己体证下来的 对对对 那他说好啊 那你说说看啊 说完之后 老师上车就跟我们讲嘛 后来讲完之后 是我比较有心思 我就回去找资料 后来找到了 所以老师也认为 确实跟他讲的一样吗 他可以指出他们的 所谓的盲点 也等于说 你来说相近 对 罗斯威尔里面 那个艾罗他说过 他这样的生命维度 在他们的所谓统领地 他不是最高级的生命 还有更高级的 也等于说 他们 也自认为说 我的生命维度在宇宙里面 还不是最高级的 对他们已经承认 所以老师才会说 他讲的有盲点 他知道 可见的老师知道整个宇宙观 这就是我要回答你说 等栗子的 这个所谓的 这个就是能量体 这个东西的话 他在宇宙当中 我说过 到底什么地位 OK 我要跟你讲 我用三界说完之后 再跟你回溯 老师顺着印度的宇宙观 经过他的实修实证 他说过 我们 这个第一个 这个物质体的 有机体的 这个叫 所谓 因为他有精神作用 又有物质作用 是复合式的 物质就是六根 眼耳鼻舌声 对外在的色声相位 影像声音 对 OK 那如果精神就是受想形式 就是我们 色受想形式 色已经归在所谓的物质 那我们的物质必须透过六根 六根是物质 对六性 色声相位促法 两个呼应 对 那这个法呢 就是意识觉知的功能 跟最后也就是受想形 嗯 我们的感受 想象 意识觉段 是我们 眼可以看 耳可以听 那意识可以拿来干嘛 觉知 觉知的内容就是感受 想象 意识觉段 有感性到理性的过程 那是心理的认识过程 嗯 OK 那我们在这个维度 如果你没有突破 你的精神被束缚在六根 所见到眼耳鼻舌声 这些影像声音的话 你的意识本来可以高 但是你 你附着了 OK 好 如果你透过 对 你透过禅修的时候 好 那我们的身 以前 我们是有武学入道 这个是从修真来讲 嗯 西方文献 已经有出现了 应该是大家给我一起听过 曾经有一个那个 白米的运动选手 他在跑这白米的时候 人家去访问他 他说 他在跑这白米的过程 九秒十秒 他是 零肉分裂 他的意识可以出来到外面 看着他 看着他 西方的文献已经有了 那对我们来说 我们中国修真 这个事很平常 对 可以很能够理解 我们练出了原神嘛 OK 那我们谈 你刚才说的这个所谓等离子的 这个就是所谓能量的生命 也就是光的生命 我今天传到群组里面那个 那个 刚刚微信有个视频 叫老高于小梦 我知道 对 他们刚好就传了一个 人类不知道的秘密 就是我们说的 那个 天人星系 对 就我今天讲的就是仙女座 对 然后第二个是天狼座 第三个就是 第二个是卯树星座 第三个是天狼座 他第一个就是在讲仙女星座 这三个是在保护地球的 那三个 所谓的控制地球 就是你你知道蜥蜴人嘛 还有灰色小矮人嘛 但是他 灰色小矮人 他还有一个是什么 灰色小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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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是什么 就是灰色小矮人 就是灰色小矮人占了75% 他后面是boss 他的boss 他的boss 因为他可能只是一个生化人 对 他们没有办法复制 繁衍 所以他们必须到地球找 找如何 找灵魂 然后 因為我們是可以自己的繁殖 因為他們成本太高要製作 所以他要用人的繁殖來 對 為什麼有那麼多1米2的小灰人 我們看到70%的外線都是這個情況 那蜥蜴人是4米多 他說這個小灰人他後面有一個BOSS 那個很強大 你說這是這三個壞的是吧 控制地球 根據那個視頻的解說 目前控制 對 但是 因為我之前也在研究 老高於小木 其實他很多東西也只是網路上的一些資料 大哥 村長要回去 明天要找他照 明天要帶你們去山上 村長明天見 對 明天見 村長明天見 慢慢開喔 慢慢開 因為我明天下去 所以我想去看一下那個張虎艾妹 那個阿姨 你自己要小心 沒有沒有沒有 他明天見了 好啊好 他在這邊睡了 沒有 這邊 OK 明天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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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小熊 小熊 他一樣都叫 其實 這老師 我剛才看那個 我剛才看到他 二十幾個 是我的老大哥 我看到二十幾個視頻 那你講的那個時候 印象很深刻 可是 其他講的很多東西 都是網路上的資料 整理 那些都是沒有求 在這方面很有研究 很有研究 對 我就說過 我的老師 他留下了一些資料 但你老師對所謂小黑人 蜥蜴人 怎麼講 因為其實那是沒有根據的 OK 我們就回到你剛才說的 我們先把生命的維度 跟生命的型態 我的老師 他留下了資料 就是說 我們最低等的生命世界 他的生命的型態 或 那也包含他生活的空間 世界 一個同樣的平等世界 那個叫 叫物質體 或有機體 那如果經過禪修之後 你的意識可以跟你的靈肉分離 如果以我們傳統道家來說 就是說 當你入了定之後 你修真 會被冰解 被水解 被火解 就是你的 你的肉身 精神分開 對 那事實上 我剛羅斯惠爾裡面談的就是說 他一直要製造一個假象 我們的精神就是 跟這個肉體是不能分離 那事實上透過禪修的 其實是可以 是可以 而且就很簡單 阿平哥我想 你現在 你不用閉著眼睛 你就可以看到 小時候看到你媽媽 他煮的菜 色生香味 你跟眼耳鼻舌聲 連聲音 是因為你的意識 可以超越時間跟空間 如果跟老高他們講 說 視為 就是純意識 就像夢境 但是我們 以人為本 我有這個肉體 但是我們很特立 我們很特立 我們有物質的六根 也有所謂的 精神的五韻 的受想形式 那 這個區塊 在傳統的修練間 大家都沒有疑問 然後我就看到羅斯威爾之後 我們就很高興 因為老師跟我說 這個資料告訴你們 原來我們的精神 他修煉原成出來之後 他可以去探索科技世界 他可以獨立去存在 是不是這個意思 都是透過等理子 我就說過 今天我們的地球的物質科學的時候 我們的飛行器 它依我所知道 我們現在只是因素的七倍 不知道有沒有更新 我是看黃毅的資料 香港的黃毅 那是我們的入門書 修正五學入門書 黃毅不是寫科幻小說的嗎 沒有 他有一部分超時空的 叫星際浪子 但是你知道他傳統的 早年是泥礦 現在是黃毅 黃毅他是從 從春秋戰國寫到 那個明朝 然後他的 超時空的東西的時候 我不敢隨便看 後來老師給我 揭開了這一幕之後 羅斯威爾的資料 我有一些參考資料 我現在還不太懂 羅斯威爾這個書 是誰寫的 所以那個資料 你沒有完整看嗎 我不知道那個書 我介紹一個 作者是誰 那個作者就是羅斯威爾事件 裡面那個所謂的醫療官 醫療護士 他奉命去救災 結果一去的時候 滿地的外星人 只是那一個活的 有不同機體 那活的那一個就是那個小灰人 一米二 然後呢 我剛才跟小羅講過嘛 那個機體下來的時候 他 原來鼻舌裡面 他只有眼睛 但是又沒有上下眼睛 沒有鼻孔 沒有嘴巴 沒有耳朵 沒有拉屎 我在太空裡面 不需要那些東西啊 不需要呼吸 不需要吃東西 不需要聽 你不要講話 對 所以那個護士就納悶啦 他們指揮官說 他意思是說 死的活的都撞回去啊 可是我說現在 包括羅智惠本身 現在這個 並沒有求證 好尷尬 美國政府也沒有出來 我說包括後來 我知道 因為我是親自到了羅智惠 到那邊 包括想要找特殊的金服片 是 公開 徵求 還有 懸賞 有人拿去了 結果那也不是外星的東西 我覺得金主到現在沒有人提出來 但是 各種的真的是 言之鑿鑿 盛鑿 但到現在其實 包括你剛剛講的那些人物 很多都是 介於科幻小說 和介於網路上的一些傳言情 因為並沒有這樣一個人出來 所以 所以你常常說 第一個 作者是誰嘛 我現在要告訴你作者是誰嘛 但你講那個作者 那個人 現在是有一位 就是他已經退休了 他有講到那個軍官 他說當時其實 確實是有這樣一個確認 他保留一個 盧之鑿鑿事件完之後 他得了一筆 講高額退休金 然後他就被列管 然後一直 我知道他後來就自己 他只是 我說這個是確認 這個人出來 我們就從影子的資料嘛 對對對 我要核對說 你知道跟我知道是不是一樣 對對對 沒錯 然後他出來有講說 這個並不是 當時並不是氣象 什麼什麼 是真的有這個事件 但是你說 講到裡面的什麼 醫護官啊 什麼那些 那些人 我就沒有聽到 有這樣 確切的人物 我說過 我說過 就是說 因為他是 他是被列管 他是被列管 對 那根據 我看的那個文獻 就是說 後來為什麼 這個資料會流出來 是因為 那一個女護士 我要說的 中間這一段就是說 因為他 那個外星人 小黑人 小黑人只有 只有上下眼 沒有上下眼 只有眼球 其實都沒有 然後他 沒有薄膜 如果他不動 你不知道他生還是死 結果他 他的指揮官說 那 他沒有嘴巴 我們怎麼訊問他 結果那個 裡面的情節 就是說 爸老大 他有給我訊號 他說什麼訊號 好像 他給我 因為他沒有嘴巴 那指揮官就問他 問這個護士說 你以前有修過靈修嗎 他說沒有 但是我總覺得 他好像給我什麼訊息 那就帶回去 帶回去之後 就弄一個偵訊室 外面的玻璃 但我現在講的是這一段 不好意思 我是說 我是基本上 覺得他那樣的推論 都非常棒 而且我是比較偏向信任那個 我現在只是 我們回到這個事件的 就是 就是你後面講的 比如說這個訊問 這個人 或者這個護士 這個什麼 我現在就真的 我找了任何資料 我找不到這樣確切的人 包括我是真的到羅茲威 我是真的到他的博物館 我也找到當時 還是小孩的時候的一個老人 然後真的在他博物館裡面 然後到羅茲威這個地方 他發生的事件的地點都去了 可是真的我沒有聽聞 或者拿到相關這些資料 我現在意思是說 有很多這些資料 我就說 我基本上先表出 我非常 其實我很同意他們的講法 但是我現在 只是回到我們做一個 我知道 做一個實證的角度 對 因為這些當然可以假托那些人 但是真的沒有這個護士 這個人 也沒有這什麼指揮官 還有什麼 他們什麼訊號 但是我先強調 我認同那一個說法 可是如果我們回到 就是說這個整個這些人物 是真的沒有存在這個人物 我知道 OK啦 所以我就會有點困惑 我那個資料 我告訴我 我看到的資料 他就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所謂的序 就是說 說說這個事件的來源 那第二部分就是羅茲威爾事件的 訊問的 那個訊問的筆錄 的資料 第三份就是這個護士 他寫的一封信 那他把這個資料寄給一個記者 就是優福的記者 曾經他一直追 追那個羅茲威爾事件 結果追到他列管的身份 結果他有特殊管道 那跟他聯絡 這個是那個護士 他自己三分資料的第一份資料 他在前面交代了這個事情 那翻譯者是這樣翻 然後他找到 後來他準備跟他老公回到阿爾蘭 去安樂死的時候 因為他已經解除了 已經可以解密了 他在這個時候 他就把原始的資料 寄給那個當時來找 他有資訊 打電話給他說 我知道你這個事情 他說我無可奉告 後來這個記者跟他說 當你知道宇宙更多的真相的時候 你應該有責任 要讓這個地球分享 然後讓地球文明如何 所以就因為有那種因緣 所以後來這個護士老的時候 他才把這個資料 他準備要安樂死 他把這個資料寄給這個記者 然後附著前面這個說明書 而且重點在這裡 他說 因為這份資料 讓很多人失去了生命 我不希望你因為這個資料的時候 我打斷一下 我聽說 美國政府 在這一塊 控制得非常的嚴 而且 有人要把事情說出去的話 就有可能會把他幹掉 我回應小羅的這個說法 做一個實證 如果你今天是一個地球王 人家打到你家 你都不知道他們從哪裡來的時候 你敢對外宣稱說 我們有時候接受高維度高科技的生命 何況那個蜥蜴人 他們就是不斷的要控制我們的地球 所以以羅斯夫爾說的那個說法 我們是被監禁的 然後今天傳的那個訊息 那個天女信息裡面 那個小高他們的說法的時候 那個蜥蜴人他們到現在還是地球的控制者 我知道 但因為小高他們講的那個其實 我知道 完全沒有任何的根據 對 我是很認同 但是我意思是說 我回頭啦 我現在很困惑 因為現在有很多會把這個 比如說科幻小說 我知道 還有一些很合理的理論 我知道 你這個機會我知道 我接回來就是說 雖然我很認同 但是我只是有點困惑 為什麼 我剛才就 求真 我直接就問你嘛 如果你是地球王的時候 有這種高維度科技生命世界來的時候 你會去公開嗎 我沒有說他不會公開 我沒有說他不會公開 我是說如果你是地球王 如果你是地球王 我剛講說當然 美國當然不願意公開 而且他需要 好 垄斷那些 快需求的知識 沒錯 解說 他已經運用在他的 逆中戰績 這個就確定 這個確定就好 這第一點確定 再回頭就是說 我再回到羅斯威爾那份資料 前面第一份那個護士 我們就是杜撰也好 他寫給這個 這個優福的記者說 因為這份資料 讓很多人失去生命 我不希望你因為這樣 但是我 我把這個資料交給你的時候 你要把它銷毀 還是要公開 那都OK 但是我希望你安全 這是我的目的 但是如果 真的你想公開 我建議你 把它改變成小說 或電影的模式 弄出來 結果 結果這個 這個資料出來的時候 並沒有 他就直接 就在網路就開來 這個是第一部分 了解 OK好 那再來就是原本的這些 所謂筆錄 這個筆錄你就知道說 為什麼這個筆錄 會在那個護士身上 如果你沒有把全部看完 你會不知道 再來就是說 那裡面的時候 那還很好玩 那個資料 我很多人有興趣 我都說你網路當中都可以看 那因為我有一個同學 他本身學航太 結果在家裡做單字 那遇到老師之後 老師說你的一輩子 不應該這樣 那有興趣到我們的 讀書會去走走 那看到他的外語能力很強 結果他就去網路 把那個資料全部弄出來 很厚原文喔 那我們翻譯本就這麼多 那他就是很好奇 他就把全部都翻譯出來 他自己看得懂 看完之後 他就再去找老師 老師就 翻譯本只是截錄而已 對 那他看得懂原文之後 他很有興趣 然後他就去找老師 再跟老師聊 那老師本來以為說 那份資料 羅斯威爾的資料 只是一般的優服協會 他們在內傳的東西 後來他知道 這個資料好像不是 它好像是一個歷史 完整的東西 對 所以我們上課的時候 老師特別說 好吧那有興趣 我們就把羅斯資料 完整的那個拿來而已 沒有完整的我們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沒有外語能力 那我們其他的同學 看得懂中 我們就翻譯中文本 去 對不對 那我們就印出來 我們就上課啊 就這樣 那我們就上了幾節課 那老師大概講 那回到你說的那個區塊 就是所謂等於子 就是所謂能量體生命世界 我們整個宇宙當中 如果以小高他們說 天女星系的人啊 他認為說 這個宇宙有十一個維度 那天女星系他們是第五維 然後他們認為說 到了第十一維的時候 就可以知道神是誰 但是我們這邊 我們這邊上課的資料 你知道六根 對應六鏡 對不對 然後我們還有六四 眼睛 眼球 是我們看到的影像的時候 如果你沒有意識的覺知 為什麼意識要分六條 那叫戒法 所以我們的維度是事實的 那你說的維度 精神上去 你幾維幾維都不算 六根對六鏡產生六四 就十八維 那 那比如說 以眼根對色塵來說 那生眼視 然後根進是何處受想行 就是認識過程 你才知道那是什麼 對 那處也是一維 受也是一維 感受也是一維 然後思考也是一維 然後思考完之後 意識決定也是一維 所以我們其實也不只三維 對 他們說的三維就是從所謂點線 然後面 然後立體嘛 那是以空間的角度來看 對 但是他說 只要是四維就是涉及意識 那我說我們這個生命被創造 然後把你囚禁在這裡 因為想行事其實 就已經是四維 就他就是四維 所以我才會說 你現在回想你的小時候 你看到的影像聲音 我們為什麼不能四維 你活著的時候就可以 讓你的零肉分離 對 本來就可以 所以你肯定這一個生命的事實 在談說 那我們如果透過傳說 我們的精神層面可以離開 去探索不同的維度世界 這個如果在印度傳統的 傳統武通仙人 我就說禪定他是一個共產 那現代人他禪修的時候他沒辦法 但至少表示我們有四維的這種能力 其實我們早就在做 而且我們早就活在三維跟四維的 本來就 因為我們有這個意識 對 小高裡面他們也講 人類是唯一發展出語言的 對 然後也發展出 但是如果你在小的時候 這是讓低維度的世界才需要語言 對 沒有錯 但是他至少在這個過程當中 但是如果我們沒有學 其實過了那個學習年齡以後 就沒有辦法學會語言了 然後那當然就是 你講的對 那是在低維度才需要 其實最後都是一個意識或意念 對不對 然後但是這些高維度 其實我們本來就在做了 比如說有些人的心電感應 或者你剛剛講 現在你可以回想到你媽媽菜的色香味 我常會說 心電感應他就是等量子 等離子的東西 他可以超越時間空間 但我們一直從物質科學去探索他 就你講的就是 小高他們也有講到嘛 就是叫兩個 是兩個什麼 粒子 量子 然後結果 他們等於會 彼此剛好是呼應 拉到哪個空間 他可以把這個 這個意念可以傳到那邊去 或者是 另外一種叫挪移 他那個瞬間挪移的那一集 轉換空間 沒有他瞬間挪移那一集 那集我是沒有看到 我主要是說 一樣的概念就是這樣 但是 那些就是 推論說這是可惜 但是 當你傳送過去以後 這邊的就會被消滅 所以現在也沒有真的試驗成功 所以我們就 測試就很簡單 當我們都開發出精神的能力的時候 比如說我有一個兄弟 這裡 這裡 就是 賽克的兄弟 是 他說 我們 他已經學會了 逃步的時候 讓零諾分離 嗯 真的 他就講說 那個 在跑他最後 九秒多的時候 來來來來 他就說他的靈魂 來來來來 他自己 他自己認為 問題設不設 許大哥跟小樓 你們現在馬上測試 你看著你的大腿 看著你的大腿 現在 看著你的大腿 記住他的形象 包括你可以覺知到 他的冷熱 你手摸著也可以 你看著他 然後你把眼睛閉起來 你看著你的 看著你的大腿 先看 看這裡 看著 看完之後你眼睛閉起來 能不能看到 可以啊 OK好 然後現在就像你 手不要放 你的手放著你後腦掃 放著 觸受你的頭皮 然後你能不能看到 你的後腦掃 你拍了嗎 新的那個 可以啊 OK 恭喜你 這就是李士誠講的 就是他 他不在 他不在內不在外 我的意思說 我們的意識本來就可以 離開我們的肉體 就因為我們愛子 這個 我們的五運身心 我們的眼睛所看 看到的影像 耳朵聽到的聲音 氣味 所以我們的神是 他不離開 這個就是羅斯惟有說的說 他就是一個 一個所謂什麼 監牢 他就是一個陷阱 反而被身體給誘獻 本來我們這個精神 他就無限的 他結果 他 是不是就連結到 就是說 2500年來 印度的這個 薩杜巴巴那些苦修的 就不斷的折磨自己的身體 其實他就是得到一種 心靈的解脫 但是他解脫在哪裡 他沒有處理三界 他頂多到所謂的禪定天 所以層次不高 那個叫做能量體 然後再上去還有一個叫元素體 那就已經到了所謂非想非非想素 就無色借天 但是在釋迦摩尼的眼界裡面 這個都是被封獻 還是被封獻 所以他說三界如火宅 所以為什麼後來釋迦摩尼先苦修 後來他先殘修再苦行 對 結果都沒辦法達到那個 那最簡單就是這樣子 當你需要生命是永恆實在獨存的時候 你就會再靈魂 就是價值觀 他告訴你的是獨行無常 獨法無我 逆法經濟 所有宇宙間存在的一切 它沒有永恆性 是不是 這很簡單嘛 事實嘛 以我們的生命條件來看 那放之四海皆準 十方法界一樣 所以一切有不說地水火風 它是元素 所以它被封獻在所謂的無色界天 它處理不了三界 那你說 處理三界去哪裡 這次人難過後 後來是要做 沒有要做人 要去哪裡 你只要想 我想一下 不用想了 你想去哪裡的時候 你的生命又孕極 五孕又孕極 不管又在所謂的高維度 中維度 低維度都一樣 你就想來了 所以不可以問涅反是什麼 佛說不可說的是說 當你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 凡一切所有相皆是虛妄 就是金剛金的一個 對 為什麼 就是你說的那個空性 但是你有沒有去實證 你有沒有要依法奉行 今天這個狗身邊的 我的腿壞了 我的車子碰到了 傷心難過一下子就好 因為諸行無常 它不可能永遠 它也只是因為條件它才成形 所以你必須依法奉行 奉行這個真理 但是你知道這些理性沒有 你必須讓你的生命世界不染著外在 跟你生命沒有關係的 不直接關係的 我們不理它 那個叫戒律 然後當我們知道我的生命不想再孕集的時候 我確定 但是我還必須有更深層的一種所謂意志 我必須去做過禪修 所以戒定會是佛法修正的過程 其實也是一般 我們的世俗 你要創造世俗的工業如此 也必須戒定會的過程 那差別在佛教它特立的在智慧 智慧必須透過文師修 聽聞真理的內容 然後你師的時候在生活當中去印證 那修的時候再經過禪修的一個訓練 重點在於 智慧的內容在於認識真理 那真理的內涵就是 所以一切存在沒有永恆 沒有獨處 沒有實在性 所以一切有現象有作用 但是它本質是空氣 你自然會解脫這個肉體 那去哪裡 還要再問嗎 再問的時候 你頂多就到 我離開第一集的這個天界也好啊 然後我到禪靜天去個人世界 然後更維繫的一花一世界一夜一路來的 這個所謂的這個 這個所謂無色借天 等到你的禪定的夜報近的時候 你又下來了 可是還有一個 常常會被問到 為什麼要解脫肉體 就常常會被問到 因為印度它原來它的禪修苦修 這些苦恨 很多都是圍繞的就是 認為就像剛剛講的 肉體反而綁住了 牽絆了我們的這些意識 或者我們的真正原有萬有的空性 這個就要回到 回到印順法師的那個人間佛教 這就是我們在講說 現在講禪宗嘛 所以為什麼中國後來發展佛教 它跟印度會有一個很大的差別 不但是說你不要再問說 涅槃在哪裡 甚至連不利文字的這個概念裡面 都就是說又跳脫了一個 一個城市的情況 但是不免還是圍繞著 就是剛剛我們會一直遇到 現在的從印度 不管印度教佛教 還有很多它是用苦修的方式 那我只是說 很好奇的說 為什麼一定要擺脫我們肉體 因為它認為人間是苦 因為它認為我們在人間 我們的肉體是苦的 可是我知道 但是基本上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做自己肉體的主人 你才苦啊 沒錯啊 但是肉體本身 它若以物質不滅 或物質它會 它是 它是永遠會消滅的 我是說 它的存在 因為我發現很多都是圍繞著 就是要 變成要 就是厭禮要出禮對不對 對就是 等於說你要棄離你自己的肉身 其實死掉就OK了 那你為什麼要不是出生的死 死掉就OK了嗎 不就解決問題了嗎 那這不對啊 那很消極 它的概念不是這麼消極 我跟你講 如果你問他說 那這樣我請教你啊 那個孔子啊 他在倫語裡面學而低啊 那個學而時是什麼意思啊 他說 誰是孔子 什麼是倫語 你會不會傻眼 你怎麼會連這個都不知道 你既然號稱是儒家的信徒嘛 我反過來 你問一百個佛教徒 請問你們的教徒是誰 你們的第一本原始經典是什麼 我請問你 佛教的教徒是誰 他們說阿彌陀佛啊 觀世音菩薩啊 沒人說得出 原始佛教裡面的就是釋迦牟 他是在地球出的 他是人 OK 那他的經典是什麼 雜阿漢經 這佛陀滅度後 第一年的夏天的結夏安居 五百位大阿羅漢 他們要把佛陀的法留下來 以免人死、法滅、法斷 所以結集出來的 這個叫第一次結集叫雜 是雜阿漢經 雜就是雜亂的雜嗎 雜策 雜柔 混雜的 那裡面的內容很簡單 混雜的雜嗎 對 雜阿漢經 雜阿漢經 它裡面主要談的是所謂 佛陀一生講了很多法 但是這雜阿漢經裡面 只截取了第一法義 但是我們知道都是他的學生 或者他的 而且這學生必須是所謂的大阿羅漢 都不是他 不是他自己整 不是他自己整理出來的 都認為斯加古你主要的是般若這個問題 來來來來 我們談的是所謂的佛教的佛教史 印度佛教史在談中國佛教史 那我現在談的是印度佛教史 佛教最原始的經典 第一次結集就是佛頭滅渡之後 那一年的夏天都要結下安居 因為印度的那個夏天的時候 這個蟲蛇多 那釋迦牟尼自訂戒律 夏天這三個月的時候 這一季的時候 全部在禪裡面專修 那這些佛弟子在這邊供養 所以很多人等解下的時候 因為這三個月專修的時候 很多人就突破了 從出國阿羅漢一直到四國阿羅漢都有 你供養了一個真正的聖者 這個時候這些五百弟子 他們回來的時候 而且都必須開悟解脫大 跟釋迦牟尼一樣 真的四國阿羅漢 才可以結集說 欸佛頭說了什麼 那佛頭說那麼多 我們今天只要結集的是 佛頭第一一法弟 就是你剛才說的 以波羅的系統 那叫第一聖一地 那裡面包含什麼 他們認為那是小聖的 叫三十七道品 裡面叫韻、觸、戒 韻就是五韻 五韻就解脫生命了啦 觸就是六,觸就是六根 然後戒就是指所謂 地水火風空事 釋迦牟尼最核心的就是這個運觸界 再來就是所謂的因緣 就是談十二因緣 人為什麼來? 無名緣行 行緣事 對 這是行經裡面 那我請問你十二因緣是什麼 十二因緣是說 你來到這個世界 怎麼來的? 無名 無名的那個人是貪嗔吃 根本煩惱 三毒 再來的話 你要求取 當你的夜報聖經結束 你還想求取一個後有愛 這個叫自體愛 外面這個叫境界愛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一個同樣的問題 基督教 佛教 甚至是孔子 都有一個問題 就說 所有的他們的經典都不是他自己寫的 對啊 大家有沒有去思考一個問題 有啊 有啊 然後 後續 就說 他的學生 童子的學生 耶穌的門徒 釋迦牟尼的門徒 有沒有好好的百分之一百的傳適 不可能 因為他有時空的因緣條件 這個在佛法的流傳上 所以他必須隨順因緣 但是有一個不變的東西 只要你抓住核心 我說過 第一異地裡面談的 你要探索生命 解脫生命的時候 讓生命回歸到所謂的清靜跟自由 是從你陷入的身心 為什麼我談那個所謂的 因緣法師他談的 人間佛教的概念 這兩千五百年的佛教 他已經 甚至他在印度在一千 一千五六百年就消滅 然後在中國你是 因緣長老有一套書 叫做廟雲集 在佛教叫號稱小藏經 上邊就是談經論 中邊就談專論 下邊他就談一般的起性 在下邊裡面有一本 叫做所謂人間佛教 裡面他就談到氣裡氣隙的佛教 然後他談到佛教在中國的傳承 然後因為那個 那個聖元法師他在日本 大政大學要修博士的時候 那因為那時候報紙就是 胡適跟日本林木那個 論戰 對他們論戰六祖談經 是不是所謂的這個 這個慧能他們寫的 和尚看著看著在哪筆寫了 一本二三十萬字 結果聖元法師把他拿到日本去 日本大政大學拿去送完之後說 這份資料 翻了一個榮譽博士給運順法師 把中國的禪宗 從禪宗開始寫喔 就是從達摩進來 一直到中國的傳承 那禪宗只是 我們中國大聖八宗之一 那你剛才說 你談到了所謂的波羅系統 到中國 其實最早是三論宗 天台宗 我剛剛其實最大的問題 為什麼他們都要做見自己的身體 OK好 我回答你的問題 為什麼要把我們的身體 好像很誤會 而且一定要把他擺脫 為什麼 我一直在回答你的問題 但是我說過 你必須對佛教的歷史有概念 佛教聊到中國之後 很可憐的 就是說 你看中國的佛教史的時候 有三五滅佛 只要是到 好